我另外我要反馈一个我自己的那个灵验的世界 就是平时师父您的法身一直都很关照我的 然后我平时上班呢 其实就是出差的机会会很少 然后那次突然就是我要出差去广州 我就跟我小孩子说 我说妈妈这几天要去广州了 然后我儿子就 我儿子今年八岁嘛 他也念经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妈妈你不能去 我前几天梦见 你如果坐飞机的话会有会有大事情出来的 他就很恐怖嘛 很恐惧的那个表情 然后我就说 我说是吗 我说没关系的 我说我不再保佑 我就没事的 然后那天我真的是坐了那架飞机 然后那架飞机在正常起飞 快要飞离的时候 突然就出了故障 然后还好没有飞起来 然后就又划回那个原地 又维修那个飞机 坐了大概三个小时 然后那天晚上 师父你的法身就到我梦里来了 就说梦境中就是好多人在那边 就跟你握手 然后我也在那边 把手伸出来 然后师父您就说 你说呀 因为我是上海人嘛 因为你就说 呀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在上海一直看到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就写一张纸条 然后你当时那个动作 就写一张纸条 塞在袋子里吧 你说你有事情 就写一张纸条 让小鱼师兄告诉我 我说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那天回来的飞机 很顺利就顺顺利利回来的 师父我感恩你 如果没有你的法身的话 没有保佑我的话 可能我这次飞机 就真的出事情了 师父 出事情的话 别人跟着你一起出事情 是的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不能说这个 我只能说一点 就是说 有一个有福气的人在飞机上 整架飞机都会受到 这个人的避应的 就这么简单 是的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您一直 您一直保佑我的 然后我这几天 又自己也有梦境 就是感觉 我们三口之家 就坐着那个飞机 然后其他一架飞机 就撞了我们 然后那架飞机 就掉到海里去了 我当时就跟我儿子 两个人就狂念大悲咒 然后还念那个 消灾指向神咒 师父 如果是遇到这种景气情况 是念大悲咒比较好 还是念消灾比较好啊 大悲咒啊 念大悲咒对吧 哎呀 很多菩萨一起来救了 好的 好的 听不懂啊 梦境当中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遇到这种景气情况 就念大悲咒对吧 然后我梦境当中 念完之后 我们的飞机就安全的走路 我们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师父不靠法声 来救你们的话 可能了 能救这么多人的 是的师父 你的法声 一直一直 真的很关照我们家里边 一直庇佑我们家里边的 大大小小事情 您都很那个 我儿子那个名字是您起的 然后小明齐齐 就是说魂魄不齐嘛 也是您起的 然后那天你又到我梦里 就是说 因为小朋友现在不是要取个 那个微博的网名吗 四个字的 平时呢 他自己说着玩说 他叫虎牙齐齐 然后那天你到梦里来 就跟我说了叫红阀 什么什么 那两个字我忘记了 师父 我真的很愚气的 你就给他起了个网名 真的师父 你平时真的很关照 我们小朋友 很感恩你的 他现在因为在读书 不能跟你说话 他让我说 如果打通电话 要感恩奴役 也平时这么关照他 嗯 好了 好好努力 好的好的师父 好的好的 凡事 凡事好好学佛的人 经历的人 师父法生 都会关照他的 明白吗 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师父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 chir señ行 嗯 Adm 诀 穆 P